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左边茶水间第32集 所以目前有一堂免费的影音课程 在教导你要怎么样用设计思考来规划你的新年新希望 如果说今年呢你想要转职 想要开始在家工作 或者是有一些人生的计划想要来改变 这一堂课呢可以告诉你 我们以往很常犯的一些迷思还有误区 以及解决的办法 如果呢你对这堂课感兴趣的话 请在网址上输入zoeyk.co 写线免费课程 你就可以在上面索取课程的资讯咯 这里呢有一个小提醒 就是这堂课呢即将在1月底的时候结束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最好现在马上就去网址上面查一查哦 在今天的内容里呢 我会和你分享10个可以让你的身心灵level off的生活提案 虽然呢2019年的第一个月 已经快要过完了 但是呢如果你还想要抓紧脚步 让自己在新的一年有所改变 今天这一集的内容相信会对你非常有帮助 如果你想要看这一集的文字稿呢 请在网址上输入zoeyk.co 写线生活提案 准备好了吗 Let's do it 哈喽哈喽我是zoey欢迎你回到茶水间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一样我要先来阅读一位听众他在atune store上面的留言 这位听众的ID是abeka06 他写说建议音量要平衡中间的音乐跟说话的声音 还有广告音量不平衡导致要一直调整音量 除此之外呢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也很受用 我发现其实我收到蛮多人的评论 大部分都是鼓励啊 然后说节目很棒啊 然后给了你们很大的启发 但是呢我难得看到有这种具体的建议 就是告诉我说 整个节目的音量的大小真的一直在改变 那当我看到这个abeka的留言之后呢 我就有比较仔细的在听每一集的音量 我是不是都抓在同一个平衡点上 那如果说之前呢 真的让你们听了觉得耳朵很不舒服的话 就在这里沉重了跟他大道歉 如果说你喜欢左边茶水间 或者你有任何听音频啊 或者是内容上面的想法 你都可以到itune store上面留言告诉我 当然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脸书私密社团 我们在上面呢 目前已经有快要2000位的优秀团员 大家真的都非常的优秀 我们在上面讨论啊 有关人生 有关工作 有关品牌 有关创业的各种类似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呢 请在脸书上搜寻理想生活设计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那我们来聊聊今天的正题 生活的提案 我觉得生活的提案是一个很抽象的词 每次我自己听到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蛤 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总的来说呢 其实生活提案它就是一些生活的点子 让你听了之后觉得 诶 这些点子不错 我可以把它运用到我自己的生活里面 那今天我要介绍的这十个生活idea呢 都超级无敌简单 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 无论你是住在哪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的人 无论你生活有多忙 无论你的身份 是刚出社会的大学生 还是有三个小孩的妈妈 你一定都可以非常直接开始执行 开始使用的超级简单提案 那我也把这十点呢 做成了一个小小的PDF档案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会忘记啊 或者你想要把这十点存在电脑上的话 你可以回到这一集的原文就是 zoyk.co 斜线生活提案 这个网站上面找到PDF档的载点 下载之后呢 你可以自己存在你的电脑上 或者是手机上 随时打开来看 那因为有十个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从第一个开始吧 提案一 把睡前的一小时留给自己 你有没有想过 你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 都在做什么呢 我相信非常非常多的人 都是在滑手机打手游 或者是加班赶工到最后一刻 累到不行的睡着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科学研究 都有数据表示说 睡前的一小时非常非常的黄金 你有没有感觉过说 自己晚上的时候做梦 好像会梦到那些 你在睡前刚好在想的事情 其实呢 这是因为 你的身体累到睡着了 但是你的潜意识还没有睡着 我们都知道 人的大脑无时无刻 都是在运作的嘛 就算你是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意识是在睡觉的 可是你的潜意识 还是是在活动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的 来喂养你的潜意识 首先 睡前的一个小时 到底在做什么 就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 把睡前的那一个小时 留给自己 你可以来做什么呢 现在呢 我的做法都是 把睡前的大概半小时 留来看书 然后另外一个半小时呢 我会跟我的另外一半聊天 就是我们真的确保 我们那一天 有好好的 跟对方讲话 而不是说 他去上班了 然后我在家 我们一整天都没有看到对方 回家之后呢 也就只是随便的问候 然后讲说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No 我们就是要确保说 我们真的有谈到心 而不是只是讲 生活表面上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建议你呢 除了看书和家人聊天之外 你也可以写写日记 你也可以呢 好好的泡个澡 或者是 好好的舒展一下拉筋 做一些缓和的运动 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 嗯 没有那么难 但是呢 真的要做得到 不是那么的简单 所以 I challenge you 你试试看 能不能够呢 在睡前一个小时 例如说 你通常是在晚上12点睡觉 在11点的时候 你就把手机关机 或者是关飞航 把手机放在旁边 不要再去用手机 开始想 好我现在没有手机了 我要来做什么 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 没有手机 自己要干嘛 可是久而久之呢 手机或者是电脑 就变成另外一个 发号失令的人 或者是物体 你总是听从他的命令 你总是接到通知的时候 去看他要给你 什么样的任务 那如果说 你长期是一个 接受命令的人 就表示 如果说 当你真的静下心来 你很容易会不知道 自己要做什么 那我们今天 讨论到的主题呢 就是身心灵 level up level up 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让你可以 更独立啊 让你可以更有 自觉 知道自己 想要做什么 适合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 睡前的一小时 来锻炼一下吧 提案二 把自我成长 放在早上第一件事情 相信呢 如果说你是 左边茶水间的听众 你应该 多多手手听过我 呃 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就是早上起床的 第一件事情 不要玩手机 也不要先去想工作 要做什么 也不要赶着出门 如果说可以的话 早一点起床 把早上的第一件事情 留给自己 就算是好好的 深呼吸一口气 好好的坐在床上 冥想五分钟 或者是躺在床上 冥想五分钟也好 第一件事情 永远都要留给自己 不是你家的狗 不是你的小孩 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 但是呢 我真的认为 这其实又是一个 潜意识的训练了 但我们一早起床 就马上呢 把注意力放到 其他的事物上 很容易是一种 告诉我们的潜意识说 我的事情比较不重要 其他的事情比较重要 那我相信久了之后 我们潜意识真的会 越来越相信 这是一个事实 就算不是 他也会觉得说 至少我们是这样子 来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 你不是最优先的 其他人的事情 才是比你更重要的 那很多时候啊 我们在比较旧的价值观里面 可能就会觉得 我们就是以公司为重 像日本的文化一样 或者是以家庭为重 家人的事情最优先 但是我认为啊 像是家庭啊 工作啊 事业 其实它都不是一种 应该要让你牺牲自我 而是要让你的自我 可以更完整的一个扶持 好像是第28集的节目上 我们有跟来宾嘉宜 讨论过类似的观点 对于感情 对于亲子 不应该是一个牺牲奉献 而是怎么样可以互相成长 互相茁壮 所以呢 试着把早上的第一件事情 那件最重要的事情 留给自己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就只是躺在那边 好好的呼吸 你也可以好好的站起来 伸展 拉拉筋 或者呢 泡一杯咖啡给自己 你也可以按摩一下你的脸 按摩一下你的头啊 相信我 你的生产力 还有创造力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被创造的 提案三 开始阅读一本有关 self-help 或者是self-love的书籍 我们讲到自我疗愈嘛 那当然就一定要 从看书开始了 最近呢 非常流行的一本书 叫做脆弱的力量 因为蔡依林跟理科太太 都有在推荐 像是那样的书籍呢 我就是非常推荐大家 来去阅读 这种自我探索啊 自我疗愈的书籍 我相信你在博客来 或者是你在网络上查 用相关的关键字查 你都可以查得到 大家最近在推荐什么 或者是国外目前在流行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突然的来自己 找一本self-help的书来看 其实呢 那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在学校不会讲嘛 所以无论你现在 还是不是学生 应该大部分的人 都已经出社会了 我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主动的去找相关的资源 来喂养自己 来自己学嘛 就是自主的去学习 那有的时候呢 自我疗愈 他的整个层面 其实涉略的很广 因为他可能会讲到脑科学 他可能会讲到心理学 他也可能会讲到哲学 在这么多这么多学科之中 要入门 而且要理解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 最简单最简单的 就是先从看self-help的书籍开始 如果你好奇 我有推荐哪几本书的话 你也可以回到 这一集的原文里面 我有推荐几本 我自己看过 觉得不错的书 大家可以去图书馆借来看看 提案四 一个月一次 花时间和会让你快乐的人一起相处 你有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你花一整天相处的人 不一定是你很喜欢的人 或者有时候你身边最亲密的人 却是那个一直给你压力的人 我好像在第八集的广播 曾经看大家提到说 环境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心情 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快乐 而环境这个元素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当然就是人为因素嘛 你和什么人相处 你就会觉得 哇我的整个vibe都被毁了 今天早上我明明开开心心的去上班 结果又看到什么不喜欢的人 整个心情就觉得 又带我下来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会不会有一些身边的人 你一见到就觉得 哇我真的好喜欢这个人的energy 我真的好喜欢跟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光 然后我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会笑得特别丑啊 或者是笑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滑稽 然后非常的 活在那个当下 几乎不会用手机啊 完全想不到要把手机拿起来用 如果有那样的人的话 真的是太幸运了 一个月至少要有一次 你一定要花时间 好好的跟这个人相处 ideally的话 你们可以一整天都出去聊到东南西北 如果不行的话 几个小时喝杯咖啡也好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人 他绝对 绝对是一个可以让你充电 心灵上 精神上 充饱电的人 你只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生活是很富足 很rich 或是很有意义的 那就像我一开始提到了 这个人不一定是你最亲密的人 这个人也不一定是你每天见到的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你要自己去挖掘 也许这个人是你自己 也有可能 那你要做的就是 每个月一定要花一天 至少要一天的时间 好好的 就那一整天 就跟自己相处 把时间留给自己 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充电 如果说你充饱电的话 你就可以再次的 有能量 有想法 有创意 来去做更多生活上需要你的事情 提案五 创造你的早晨仪式 早晨仪式呢 其实很多人都讲过 我以前也讲过 刚才提到的 早上把第一件事情 用来做自我成长 把第一件事情留给自己 其实也是类似在讲这件事情 在讲早晨仪式的书籍也非常的多 很多人都会说 成功的人士都会有一个 属于自己专属一套的早晨仪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 只要呢 你把这个早晨仪式变成一个自己的习惯 你就会越 more likely to become 某一种人 在成为企业家之前 你应该要有的是 本身就有了企业家的精神 在这样的精神下呢 你会去做相关的事情 你会培养相关的习惯 你才越来越有可能的 真的变成企业家 那至于早晨仪式到底要做什么呢 大部分的人会说 你可能花十分钟冥想 然后十分钟鼓励自己 十分钟书写 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运动啊 等等之类的事情 那一般人通常会建议一个早晨仪式 大概是落在一个小时左右 但是呢 我看过一个非常精简的版本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真的时间很紧凑 你可以花六分钟来完成你的早晨仪式 例如说你可能订六个 或者是你订五个早晨的 你要做的事情 冥想 鼓励自己 运动 拉筋之类的 你可以每一件事情花一分钟来做 好好的做 因为你不可能连这五分钟 连这六分钟都没有 休息一下 进广告 欢迎来到2019年 你在今年有什么样的计划 想要来实现呢 你是不是想要开始 进行自己的个人品牌 或者是开始在家工作 到处旅行 作为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活动课程 叫做Dream to Go 新年新希望特训班 来帮助你达成这些 2019年的大小愿望 这门课程呢 我们会cover心态转换 计划拟定 把计划变成行动 以及障碍化解的内容 我会手把手的呢 带你将抽象的希望 变成可以被定义 可以被衡量 而且可以好好执行的 day to day action plan 如果呢 你受够了每年的新年新希望 都没有下落 或者是你计划好之后 却不知道到底应该要 用什么方式来执行 才最有效 这堂课程可以帮助你 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你对这门课程感兴趣 请在网址上输入 zoeyk.co 斜线 Dream to Go 评法是 Dream to Go Dream to Go 你在上面呢 可以找到更完整的课程内容 期待呢 能够在课程里面见到你 广告结束 我们回到节目里咯 提案六 创造你的晚安仪式 有早晨仪式 我们当然要有晚安仪式咯 这个第六点呢 有点汗 第一点就是互相呼应 把睡前的一个小时留给自己 睡前的一个小时 你在做的事情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晚安的仪式 按摩一下头部 手部 你的脚底板 试试看这个仪式 我相信呢 这对你非常非常有帮助 而且在拉筋 看按摩的这个地方呢 我想要特别拉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其实我之前呢 并不是一个每天晚上都会拉筋 还有按摩的人 然后呢 大概到几个月前 就是圣诞节12月的时候 我去滑雪 滑雪的时候 因为很陡嘛 滑得很快 就摔跤了几次 那几天就是腰酸背痛 但也没有觉得怎样 因为就是摔跤了 滑雪嘛 然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呢 我有一天就是 呃 在穿衣服照镜子的时候 我回头看我的背后 我就突然发现我的大腿 后侧有一大片 超大片的淤青 但是呢 滑雪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间 很震惊的想说 虽然我知道我的大腿后侧很酸痛 但是我完全没有看到我自己 有一块这么大块的淤青 那就是表示我已经很久 没有好好的看镜子里面的自己 或者是观察我自己的身体 后来我就觉得 这样子好像不太OK 所以我就开始呢 呃 在每天晚上洗完澡之后呢 好好的 就是用乳液来按摩的全身 而且在按摩的时候呢 我都会很仔细的 就是呃 把乳液在手上推开 然后在呃 小腿的时候啊 我可能就会仔细的观察 我的腿的感觉 然后脚底板 指甲 每一个地方 我都会好好的看一下 因为你多久没有好好的 看你自己的身体 你多久没有好好的 来观察一下 你自己的身上的变化 因为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开始和身边的人讨论 我就发现 蛮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每天呢 都是想着冲冲冲 然后想着工作 想着未来 但是我们真的很少 好好的来聆听自己 身体的感觉 还有变化 我们顶多就是看着 劲己命的那张脸 在这个新的一年 多多的把时间 花到自己的身体上 提案七 和大自然相处的好处 当然就不用多说了 因为大自然真的可以带给我们疗愈 然后心灵放松 你也可以把和大自然相处变成一个习惯 不一定是要去旅行 或者是要去打卡拍照的时候 你才愿意要去大自然 也许呢 在周末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公园 虽然不是超级的那种森林 你还是可以结出一些花草树木 我觉得最棒的呢 就是可以稍微的远离一下城市 远离一下人群 然后在周末的时候去爬山 就算只有两个小时也好 你的心情 还有精神 真的会有所改变 所以新的一年 你能不能多花一点时间 跟大自然相处呢 来试试看 提案八 每周花一小时来整理居家环境 整理居家环境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等到有空才来整理 或者是我们搬出去之后 就没有再好好的自己整理家里 以前都是爸妈会帮我们整理 那现在呢 我给你的这个提议 就是希望你来挑战看看 你一个礼拜能不能够 至少花一小时的时间 来整理一下你的衣柜 整理一下你的书桌 甚至整理一下你的笔垫上的桌布 整理一下地板上的头发 或者是床单 呃 被套 枕头套 多久没有换了 你不一定要每个礼拜都大扫除 但是你每一个礼拜 至少来花一个小时 好好的清理某一个居家环境的部位 当这些脏东西 旧的东西 不必要的 不需要的东西被清掉了之后 我们才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让更好的 更新的元素进来 提案9 开始试着把手机关机 我们多久 没有把手机关机了呢 现在自首 我现在自己 我现在自己举手 上一次关机可能是因为手机荡掉 所以非关机重开机不可 对不对 你可能在想说 为什么要把手机关机呢 把手机关机开机不是很损耗吗 但是呢 我在这边想要提出的一个看法 就是我认为 关机它其实是一种 心理上也就是又来讲前意识了 心理上的一种习惯 虽然呢 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 可以把手机关飞航 然后我们也可以减少收到一些电磁波 但是呢 这个感觉确实跟 手机关机不太一样 因为手机关机 它其实就真的是在告诉你的脑袋说 我不是24小时 全天一年365天都需要这个东西 开着来告诉我 我要做什么 来告诉我现在几点 来告诉我我要去哪 来告诉我之后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现在的你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 哇把手机关机是一件好不舒服的事情 那我鼓励你呢 先试试看把手机 在不需要的时候关飞航 可能是睡觉的时候 然后呢 把它拿到比较远的地方 不要让你一起床 或者是睡觉睡不着的时候 又想要把手机拿来 然后把它飞航关掉来划手机 提案10 终于到了最后一个提案 就是每周花至少一个小时来疗愈自己 疗愈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做一件 会让自己真的感觉 由内而外的抒压 还有开心 或者是感到很有乐趣 感到很放松 感到很疗愈的事情 这种事情呢 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 像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好好的泡一顿澡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泡澡 只要有好好的泡澡呢 我心情就会觉得特别的好 对某些人来说呢 可能是小酌几杯红酒 有些人呢 可能是去吃一顿好吃的大餐 有些人可能是去骑骑脚踏车 或者是和朋友逛街 无论对你而言 那件事情是什么 请你开始每个礼拜至少花一个小时 把这个时间拿给自己 而且我也建议呢 这件事情是最好是一件可以独自完成的事情 也就是说 你不必要因为其他人没有空啊 或者是因为别人的外在牵制 就导致你不能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 开始把这件事情呢 安排进你自己的行事里里面 也许是固定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啊 每个礼拜天的早上 把这个时间拿来就只给自己 好好的和你自己相处 和你自己对话 以上十个提案呢 我们再复习一次 一 把睡前的一小时留给自己 二 把自我成长放在早上的第一件事情 三 开始阅读一本有关自我成长 或者是self love的书籍 四 一个月一次 花时间和会让你快乐的人一起相处 五 创造你的早晨仪式 六 创造你的晚安仪式 七 花更多时间与大自然相处 八 每周花一个小时来整理居家环境 九 开始把手机关机 十 一周花一小时来疗愈自己 非常感谢呢 你今天的收听 再提醒一次哦 如果说你想要下载这个 十点提案的PDF档案 你可以回到这一集的原文里面 找到相关的载点 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开始呢 会在想说 为什么以前啊 可能朋友约出去 或者是有什么公司的事情 我们就会一头的栽进 然后马上说好 马上呢 取消和自己的约会 原本说好要跟自己念书 或者是说好今天晚上要来完成什么事情 马上就把这些事情推辞了 我就开始在想 为什么别人的事情都这么重要 为什么你自己的事情这么不重要 为什么你的事情这么不重要 你有想过吗 我们在做很多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在做一个优先顺序的排序 只是我们很难意识到说 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排得这么后面 明明你都知道该做 明明你也知道要做 明明你知道这些事情是你想做 甚至对自己好 为什么你那么不重要 为什么你的事情那么不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十点呢 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不仅真的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搞不好呢 也可以慢慢的训练你的潜意识 然后把你自我 自觉的意识强化 让你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感觉 更敏锐的人 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回到我的网站上面 找到我网址 我今天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相信我应该不用再说了 那如果说你想要 keeping touch的话呢 你也可以到instagram上面找我 我的instagram账号呢 是zoeyk.co 现在呢 左边查水间也有另外一个 自己单独的instagram账号 账号是 z-o-e-y-k-p-o-d-c-a-s-t 最后的最后呢 我也想要花时间来好好的感谢你 谢谢你呢 今天愿意来听这一支节目 我也知道呢 你可以去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你却选择来做这个 自我的投资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非常值得鼓励 现在呢 也请你花30秒的时间 好好地来思考一下 以上这十点 你最喜欢哪一点 你又会先开始来做哪一个呢 把你的答案分享到 这一集的原文里面吧 我们下次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